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具体展开 所以这一讲叫做损失专题 就是告诉你到底这些损失有哪些扣除规定 这就是他跟前面这个大的公司之间的关系 大家脑底似乎要清楚 然后咱们考试这块涉及的分支并不是特别多 并不是特别多 三分左右 那么偏重记忆为主 个别考点可以揉到综合体里进行考核 主要涉及进行水果转出 对税金扣除的影响和对所得额的影响 其他的都是文字性的记忆问题 所以这块那杨老师的讲课目的就跟你们是一样的了 老师这块到底怎么能够让我的记忆成本更少 提高效率 效率高了 那么备考效果自然就好 所以这块整个就是我点名重点 然后提示方法 然后你们下课给我复习往脑子里背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授课目标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每一讲我们不同的方法 然后我给大家界定了他的考试的范围 好了 那么首先说资产损失的概念 损失概念那就不说了太简单了 但这块大家注意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资产损失进行细的分类的话 那么准于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这个资产损失 实际上是有两类的 一类什么的真的就没了 对吧 也就是说企业在实际处置转让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的损失 我卖了卖亏了 那这就是一股资产的损失 对不对 处置转让 那么注意找不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 对不对 那损失确认扣除就可以了 这叫什么呢 这叫实际资产损失 看着就好像说真的发生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类资产损失 大家不应该感到陌生 他欠我钱 一年 不给我 二年 不给我 三年 还不给我 对吧 绕了那么多年 也不给我 那这个时候注意了 明显要不回来的感觉了 是不是 那我能不能作为损失扣除呢 我们税法中规定了 对这种虽然没有实际处置转让的资产 但是当达到税法规定条件的时候 就可以确认损失扣除 那么把这类损失叫什么 叫做法定资产损失 那么为什么他不是实际资产损失呢 刚才那我说了 实际资产损失最大特点就是 基本上我处置转让形成的损失 那是以后收不回来了 而刚才说的一年不给我 二年不给我 三年不给我 符合税法 确认条件的 我可以把你欠我的钱作为损失扣除 然后突然有一年 他说他不说你 你说你不吉利 他起死回生了 怎么有这种情况啊 对吧 我们有些就一开始欠钱很多 后来挣钱又还了 然后这个人的商业地位立马又提高了 对不对 那么好了 他就给我了 你会发现法定资产损失 有可能后边找不回来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从身后式的角度 你会发现实际资产损失 往往就损失 就损失了 对吧 而法定资产损失是 损失了我先扣 扣完以后能够找不回来 对吧 他能够还我 对吧 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们的损失在扣除 实际上有两类 实际资产损失和法定资产损失 哪个好 哪个都不好 都是损失 但是有希望的 就是那个法定资产损失 对吧 因为他以后怎么能够收回来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从概念上 大家理解一下 实际资产损失和法定资产 原来不一样 听明白了吧 我们拿小案例 就给大家解决清楚这两个概念 理解即可 然后接着说这么一个事 什么呢 就是企业以前年度发生的资产损失 没有在当年税前扣除 我们可以说 是不是叫以前应该扣除 但没有扣除的 那能不能扣了呢 首先我们定性 它是可扣的 这个词你们熟不熟悉 我们前面讲过 以前应扣未扣事项 是不是写过可扣 可扣 首先定性可以扣 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那么你马上问上 老师 那是在今年扣 我今年发生了一个事 发现以前年度 去年的有应扣未扣 那是在今年扣呢 还是要着不到 以前年度扣呢 就要追捕扣呢 那这个时候就要分 如果是刚才说的 实际资产损失 那么是要准与追捕到 该项损失发生年度扣除 所以要追捕扣 一般不超过多少 不超过五年 但是特殊原因的 经总局批准 可以适当延长 对吧 这叫什么 可扣追捕 对吧 那追捕 就会产生什么问题了 对吧 追捕以后发现 以前年度多交税了 那怎么 那就抵扣呗 你今年少交点 不足抵扣的 向以后年度 递延抵扣 那么追捕扣除以后 如果发现 以前年度是亏损的话 那就调亏呗 然后亏损 弥补的 有关原则进行处理 这句话熟不熟悉 可扣追捕 五年 抵扣 调亏 熟悉啊 我们前面说过呀 所以我们在这 是不是就跟前面 呼应一下了 那么实际资产损失的 应扣未扣的处理 那么他就遵循这个 十字方针 可扣追捕五年 调亏 抵扣 是不是 而我们的法定资产损失 不是这样处理的 可扣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他不需要追捕 他就在申报年度 扣除就可以了 啥意思 你比如去年 我发现他欠我一年 两年三年 我们满足三年的条件 那就可以扣了 结果去年的没扣 那你说呀 去年又满三年了 我好亏呀 没事 你今年不第四年 也超过三年了吗 那你今年扣就完了吗 就不需要追捕了 追捕还会产生一些类问题呢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法定资产损失 在申报年度扣就可以了 那么他就不像实际资产损失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讲 这个概念的出发点 否则我不说这个概念 你直接看这个 你怎么回事 没区别 有区别 对吧 要注意 好了吗 这个大家 也是要主动理解 这就是我在 这个讲这档课之前 我就说了 你们这块的学习方法 就这个东西啊 就一定要 站在理解的基础上 去注意方法的去记 那你就会发现 这块记的东西 也没有多少 都理解的就可以了 所以叫理解万岁 对不对 好了 基本概念 老杨就给大家 得不完了 老杨得不得 这个我的英诗指南上 有这么一个小模块 是吧 强调一些注意的事项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 这个资产损失 一些需要大家 从考试这个角度 把握的扣除政策 到底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提示第一个 企业清查出的现金短缺 减出责任赔偿后的余额 作为现金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是扣除 其实没啥的 那就是什么 损失 我们强调净损失 减去 资格让人赔偿 或保险赔款以后的金额 是不是 好了 不用管他了 然后看看这个 关键词在哪呢 说企业奖 货币性资金存入法定 具有吸取存款职能的机构 因为这个机构破产清算 或者政府责令停业关闭等原因 确实不能收回的部分 作为存款损失扣除 那么存款损失 也是损失可以扣 这个问题好理解是吧 那么关键词在哪呢 在这儿 我们银行破产了 你存进去了 对吧 他就有法定存款这个功能的 对吧 那破产收不回来 那作为我的损失 但如果参与非法集资了 那活该 非法集资 那说明你往那个投的那个单位 他怎么办 他没有法定吸收存款的职能 只不过被他的高息炫警了 套入了 那对不起 不可能 不能扣 所以这里边我们说的这种什么 来这种存款损失 能不能扣 可以扣 但强调是存入法定具有啊 吸收存款职能的机构而形成 好了 知道这个点就可以 对不对 好 然后说说第三个 哎 这个在以前的文字性选择题中出现过考点 什么呢 就是企业除了贷款类债权外的应收预付款项 啊 你欠我的一年两年三年 就刚才那个案例是吧 那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也是减去可收回 金额后确认的无法收回的应收预付款项 也是强调净损失是吧 那就可以作为坏账损失 在应纳税所得扣除 什么呢 注意这块啊 一定要提炼 一个解题小技巧 你们就会发现 我们说的这些东西的话 它都有一些最美的关键词 不足清偿 无法清偿 无法收回 无力清偿加三年 我们来具体看看 债务人 我是债权人 啊 你欠我钱 你债务人 依法宣告破产 关闭解散 被撤销 干不下去了 黄滩子了 或者被依法吊销 啊 违法了啊 被吊销制造了 对不对 那么他的清算财产啊 他最后算了总账 该还我还完以后的话 我发现怎么的 我得不偿失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不足清偿的 欠我都还不上了 欠我一千万 只清算以后 还三百万 七百万 作为损失 就是不足清偿 是吧 那这叫 债务人 主要就单位死了 那么如果债务人 是个人呢 就叫死亡了 单位死亡 就是破产 吊销了 对吧 那么债务人死亡 或者依法被宣告 私宗死亡了 那这时候要不回来 道理跟跟大家一样 什么呢 就是财产 或者遗产 不足清偿的 该还的还 还不上 没办法 作为损失扣除 就这么一个意思 对不对 不足清偿 对不对 好 然后债务人 预期三年以上 所以刚才案例 为什么一年两年三年 对吧 是不是 那么所以三年以上 未清偿 但是发现他吃喝 吃香的喝辣的 那不行 还有个且 且有确切证据证明 他已经无力清偿债务了 所以他叫什么 叫做无力清偿家三年 听听了吧 还有就是 我跟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学议 或者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以后 对吧 对吧 你抢我三百万 得了 这样是吧 你还我二百五十万 我就吃亏了 这五十万 我就损失了 可以扣 那么就是什么 达成债务重组 所以无法追偿的部分 叫无法追偿 还有什么 就是因为自然灾害 战争等不可抗力 你抗拒不了的 导致无法收回的 那导致无法收回的 这边我们强调是不可抗力 对吧 听到了吧 好 那这些 就是满足条件之一的 就可以把这些应收啊 预付款项等的作为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 听见了吧 好 另外一个提示一点 企业对外提供 与本企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担保 什么叫与本企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担保呢 就是这个企业对外提供的 与这个企业取得收入啊 投融资 材料采购等生产经营相关的担保 那么这时候啊 我给这个哥们担保 这哥们对我的这个材料供应啊 销售都有一些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 对吧 哎 他怎么的 他真的还不上了 那我就因为被担保 不能按期偿还债务 我给他担保 我要承担连贷责任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我先替他还了 相当于这个的 我得跟他要 经追索以后 他无偿还能力 那无法追回的金额 啊 也有这个无法追回 那么也是比照 应收款项的损失处理 听见了吧 这种担保的 那有 啊 我认识的企业有 我认识的个人也有 啊 结果这个被担保人跑路了 啊 就真的找他 他还是个 这个 有正式工作的 那只能赔 对吧 赔好几十万 对吧 就单位个人都有这种情况 是吧 大家注意 好了 这块怎么考呢 看看这个题 你要有我的最美关键词 就好答了 对吧 13年 10年前了 十来年了 对吧 那 这个 看看怎么做 依据企业所得相关规定 下列的情形 导致应收账号 无法收回的部分 可以作为坏账损失 在所得税前扣除的是 啊 说债务人死亡 遗产 继续偿还 我们的核心 关键词是 不足清偿 无法追偿 无法收回 无力清偿 对吧 你该还还 还不上的话 那作为损失 你说拒绝偿还 不是作为损失扣除的一个条件 不满足 与债务人解散 清算程序 拖延达三年 你看三年 不是三年吗 我们这个三年的条件是什么 哎 你欠我三年 然后有确切证明 你无力清偿的 那现在说 这个啊 清算程序 拖延达三年 那么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无法收回 无法清偿的 那么是不能作为 啊 损失扣除的 对吧 哎 这个就对了 无法追偿 与债务人达成 债务从组协议 无法追偿的部分 就可以作为损失扣除 是吧 那第四个 债务人四年 未清偿 对不对 别忘了 我刚才说 一定强调是三年以上 是没毛病的 但是要证明 他还不上了 而这个说的什么 是什么 我懒得要了 追偿成本超过应收账款 那这我不要了 那也不能作为损失扣除 你看这样的题 是不是就抓这个关键词 你别给我记这三年 你说这三年 这三年哪个对啊 按三年可不行 三年一定条件是什么 一定条件是 哎 无力清偿 刚才不是你吃香喝辣的 那不行啊 对不对 要能够注意 然后再来看这么道题 说下列情形中 不能作为坏账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的是 因为自然灾害导致 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不可抗力导致的 无法收回的 这个是可以的 债务人被依法注销 其清算财产 不足清偿 不足清偿 无法收回 都是符合关键词的 都是可以作为损失扣除的 看这个 说债务人 两年未清偿 且有确切证据证明 无力偿还 再等一年吧 所以这个不行 他问的是不能的 单选题 秒杀了 D呢 出现了关键词 他肯定对 所以大家选C就可以 对吧 好了 这种关键词记忆法 大家一定要会 那么与这个方法相类似的 就是企业经采取所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之后 这是一个钳制条件 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注意 所以呢 我们的解题小技巧 寻找最美关键词 一定强烈的是 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之后 加 什么呢 加 符合以下条件的这种贷款类债权 就可以作为贷款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扣除 什么呢 我们稍微浏览一下 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 被撤销 并终止反人资格 或者完全停止经活动 被依法注销吊销 营业执照 对借款人 担保人进行追偿以后 未能收回的 追偿后未收回 那么这俩相对应的 刚才说主要针对单位 这个针对个人 死了 对吧 失踪了 那这个时候也是追偿后 未能收回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什么 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 损失巨大 且不能获得保险赔偿 或者赔偿以后 无力偿还的部分 或者全部债务 那么也是什么呢 进行追偿以后 未能收回 所以都有这个追偿 未能收回 或者是借款人 处犯刑律了 被制裁了 财产不足归还 所借的债务 又无其他债务承担者 追偿后 无法收回的 是吧 那同样道理就不说了吧 哎 听见了吧 都这样的 都这样的啊 无法追偿 他都是一定要追 完最后导致 无法追偿的啊 追偿后 无法收回的 自己回去看一看 都是同样的道理 听见了吧 通常的道理啊 那么这个 大家注意 我就总结了 一定有追偿 然后未能收回 无法收回 无法追偿 有这样的词 或者是国务院 专案批准合销的 贷款类债权 这些可以作为损失扣除 这个考评性 不如刚才说的 那个应收预付账款多 但是大家注意方法相同的 寻找最美关键词 总的来说就是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达到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 我要不回来了 就可以作为损失扣除 听见了吧 好了 然后说第三类 就是什么 这种股权投资 当然也强调的是什么 减除 那就是我们强调的那个净的 净的 对吧 可以作为股权投资损失 在计算应纳事所扣除什么呢 刚才说的是借钱给别人 对吧 要不回来了 现在说投钱给你 然后我什么情况 可以作为损失扣除呢 就是 你是扶不起的恶斗 对不对 干不下去了 所以呢 我们也要寻找最美关键词 那解题技巧就是什么 被投资且死亡 或者是病入膏肓 对吧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死亡了 被投资且 破产 关闭 解散 撤销 吊销 注销 执照 干不下去了 这就是典型的死亡了 对吧 还有什么 就是啊 病入膏肓 被投资方 财务状况 严重恶化 巨额亏损 连续停止经营三年以上 且 重新恢复 改组计划的 基本上就是属于啊 快划句号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 对被投资方 不具有控制权 投资期届满 或者投资期 已经超过十年 且 连续三年 经营导致 资不抵债 刚才说这三年以上 停止经营了 这是什么呢 我投资十年了 那么你这个被投资 三年亏损 资不理财 对吧 或者是这个被投资 财务状况 严重恶化 累计发生巨额亏损 且完成清算货 清算期超过三年以上 那么这时候 你什么感觉 你站在投资 感觉 这钱 我就是打水漂了 哎 这就是这个感觉 就叫病如搞祸 那看 出现了多次三年 这块 把这个记一下 这个条件不满足也不行 而且它写的关系 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 宅出教材中有的 主要的三类 其中应收 第一个 第二类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这种借款 这种借款 这个借款这个比较多 贷款类债权 是吧 相当于借钱出去的 还有就投资这款 这么三类 那么考评比较多的 就是一 三 贷款类的不多 但是你都要按我的方法 去能够迎合考试的需要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给我 被具体的内容 被具体内容 你会感觉很亏的 东西太多 没有必要 然后提示另一条 就是企业盘亏的固定资产 或存货 那么该固定资产的账面 净值或存货的成本 减除也是强调净 减除责任 账人赔偿后的余额 作为固定资产 或存货盘亏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扣除 这块是强调净减 啊 净值减 还有呢 就是对企业 回损报废的固定资产 或存货 那么以固定资产的账面 净值和存货的成本减去残值 保险资产 保险赔款和责任赔偿后的余额 作为固定资产或存货的回损 报废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扣除 所以都强调什么 强调净 强调净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什么 一个是盘亏的 对吧 账上十个就剩八个了 那两个怎么办 盘亏了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回损报废的 对吧 那还有为什么呢 就是被盗的 被盗也没了 对吧 那么实际上 道理都相似 就是以这个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或存货的成本减去 保险赔偿和责任赔偿后的余额净的 作为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扣除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企业因为存货盘亏 毁损报废被盗等原因 不得从增值税 销向税用抵扣的进向税额 那就可以跟存货损失 一起在计算应纳税所的扣除 实际上这个问题 我们在前面讲损失的时候 也提到过 它是我们损失这块 具有跟考试大体结合的一个点 其他这些主要都是一个记忆的内容 是吧 这个就要会运用的 比如这样一道题 说2021年12月 某外商投资的摩托特生产企业 原材料毁损 损失当月外购的 不含增值式的原材料金额 三十二十七九万 其中含运费金额二点七九万 那问你允许 所得实际扣除的损失金额 不能是三十二十七九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买原材料的时候 那么这个原材料 它本身的进向税额和运费的进向税额 已经抵扣了 那么根据我们 税衣增值式的规定 那么这种非正常损失导致的 这个进向税额就不能抵扣了 不能抵扣了 那就相当你丢的东西 不仅仅是它材料本身的金额 借原材料三十二十七九 借进向税额多少 然后带银行存款 实际上你花的钱 要比三十二十七九多呀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进向税额不能抵了 那你损失的是三十二十七九 加上不能抵的那个进向税额 也就是我们的进向税额 转出的金额 那么转出的金额是多少呢 那因为材料的增值式税额和运费的增值税额不一样 所以要分开考虑 不含运费材料的进向税额和运费的进向税额 4.15万就不能抵了 不能抵了增加了我们的损失 所以要把材料成本的金额加上进向税额转出的金额 作为所得税额扣除的损失金额 这个大家是要会操作的 难度难不过我们这道立体 所以一定要把这道立体把握清楚 这是我认为我们唯一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其他都是以熟悉为主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点提示什么呢 就是企业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是已经扣除的资产损失 在以后纳税年度全部和部分收回的 那么这个时候收回部分应当作为收入计入什么 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 不需要调整以前的 就典型的一年一年一年 我作为法定资产损失了 过几年他还养了 起死回生了 又把钱还给我了 那我就作为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在法定资产损失中 是有发生的 大家注意 对吧 好了 这就不需要这个追溯调整了 然后看看第十一个 企业境内外营业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 应当分别核算 那么由境外营业机构资产损失而形成的亏损 不得再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 那不就是外亏 只不过你这个外亏什么 是资产损失形成的 那么外亏也不能抵什么 也不能抵内营 你资产损失形成的也不可以 所以外亏不能抵内营 对吧 那么好了 这个跟我们前面是呼应上了 在讲亏损弥补时提到了 外亏no内营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亏损的真实性 那么同样道理 你这个损失真假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不得再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 哎 理解吧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说需要记忆的点了 金融企业资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政策 那么金融企业对资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 他一定比例计题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准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 实际上没有真实发生 但是呢 这些企业他贷款给赦农的或者中小企业贷款 他风险性高一点 所以呢 我们对贷款进行分类以后 可以什么 计题准备金 所以他叫核定的准备金 未经核定准备金不能扣 那么核定的可以扣 那个比例是什么呢 您得计计 你会考吗 这个表我记得没有考过 但是与这个相类似的考点是考过的 所以需要计计 怎么计呢 倒着计 如果是损失类的 那肯定百分之百可以提 那么可疑呢 离损失很近 百分之五十 如果次级的呢 次级的二十五 砍一半五十 砍一半二十五 如果是关注类的呢 那就是百分之二了 啊 百分之二 好了 那么把这个比例给我记一下 万一考要会 听见了吧 那么提了这个 那么以后真的发生了 怎么办 真的发生了 先充减 已经提的这个 贷款损失准备金 不足充减的部分 再计算 应纳税所得扣除 你提了 当然先充减这个准备的部分 对不对 好了 这是一个点 那么 呃 我觉得 有必要稍微熟悉一下 这个啊 有必要稍微熟悉 这是一道选择题 啊 那么 这么一个记忆方式啊 对应上就可以了 考前再看一看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金融企业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 所得税扣除政策啊 这个阶段行在这个期间 那么这块 奢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啊 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么其他的这种金融企业提取贷款 那么 包括啊 政策型银行 商业银行 财务公司 城乡 信用社和金融租赁等公司 这些金融企业 那么他是 有些是可以 记题贷款损失准备金的 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曾经的考题 我为什么刚才说这块你要背一背呢 就是以前考试题中 考过这种类似题 对吧 这块没考过 但是这道题考过 他就问你了 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 贷款资产的范围 对吧 那么怎么考呢 他把准予的 和什么 不得提取的 给你放在一块 让你给我摘出来 这就是以前的一个 原封不动的文字性选择题 那么 怎么记这个问题呢 首先你得知道 为什么要提这个准备金 说明他有风险 那么如果你这一笔款项 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话 那您还有什么损失准备金的问题 您都不承担风险和损失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要提这个贷款损失准备金 那就因为承担风险 不承担风险不能提对不对 那好了 我们采取反向记忆法 哪些不承担风险 他就不提 那么除此之外的就可以提 你不要去提这个 你要记这个的话 就有个问题了 你说你还什么进出口压惠 什么信用电款呢 谁有时间给你解释 你也没时间背 我解释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还拓展一些金融学的知识 那没有必要 对吧 那怎么 我们就记这个 什么呢 就是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 代理贷款 对吧 委托代理 然后国债投资 应收股利 上交央行准备金 以及金融企业剥离的债权股权 应收财政贴息 央行款项等 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 混个脸熟 那么你看 我们考过这样的题 说依据企业所的相关规定 金融企业准予税前提取损失准备金的事 那这就是一个存备的东西 对吧 存备的东西 那答案就是A第一 A第一 对吧 那么这个 A第一 委托代理 不承担风险 就是我们前面 给大家说的两点 大家注意 好多年没考过 在我印象中 这块 这是17年 是唯一的一次考核 所以大家要知道 听到吧 好了 完没完 没完 我知道哪些可以提 哪些不能提 那接着我问你怎么提 怎么算呢 那就是这个金融企业 那些能提的 准与当年税前扣除的 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公式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 这块唯一 你把这个1%给我记录就可以了 是吧 他什么呢 准与当年税前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 看一道题 某金融企业2020年度 准与提出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资产余额是 1万万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用1万万去乘以1% 也就是本年末准与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资产余额 去乘以1% 那你能按这个题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你上年还有一部分提的呀 所以他马上告你的 截止上年末 已在税前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预额为60万 那实际上我们算出来是什么 这个是本年的这个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一个余额 对吧 那么啊 这是一个余额 对吧 然后减去 是吗 减去已经提的算出这个什么 准与当年税前扣除的这个金额 对吧 那好了 一减就可以了吗 那你看 你1万万乘以1% 那就应该是你 其实相当于什么 就是你到这个 今年年末的话 你就准备是准备金的金额 应该是这个余额啊 这个是100个亿 100个亿 那么我们上年有60个亿了 你再提40个亿就可以了 所以相当于当年 你只要提40个亿就可以 一减就可以了 所以公司你不用背 你把1%给我记录就可以了 很好理解 对吧 那如果不是这样呢 如果不是这样呢 那就这句话了 是吧 说金融企按上述公司计算的税 如果为负数应当相应调增 当年的应纳税所的啥意思 那就是我们算出来 你今年年末的准备金的余额 应该是100个亿 结果的话呢 你上年的话 余额多少呢 假如是150个亿了 那这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你多了 你上一年是150亿 你这年需要100亿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充减 就相当于要充减这个准备金的余额 对吧 准备金的余额 所以这个时候啊 如果为负数的话 那就要相应调增当年的应纳税所得了 那刚才那个案例的话 那就是这个准语的话 提的话 这个差额 你要负数的话调增 所以这句话呢 你拿刚才那个考试提的例子 一把握就可以了 把那1%给我记住就可以了 1%记不住 这道题就瞎密了 1%记住了 就非常简单 对吧 非常简单 对吧 好了那跟刚才道理一样 你提了的话 如果发生了 那个怎么办 充减那个准备金 不足充减的话 那么就据实在当年扣除就可以了 好 这块呢 涉及了 大家一点背的东西 大家要注意方法 注意方法 好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资产损失 税前扣除管理的问题 对吧 那么有些资产损失 应当以清单申报的方式 向事务机关申报扣除 当然我们现在需要申报 但是资料的话是 自己留存备查 一会儿我在后边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这个政策的演变 然后提示一下关键词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块 需要大家注意什么呢 就是这个 好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要知道 这块有一项方式啊 什么好像叫清单申报 还有一项是什么叫专项申报 什么叫清单申报呢 就是一些常规的这种损失项目的话 你可以放在一块 一个单子里挪在一块 不用特别详细 专项的话就要 特别详细 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的 简单区分的这个印象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情况下是以 清单申报的方式 向事务机关申报扣除呢 那么我们抓一个最美关键词 就是正常 企业在正常经营管理过程中 按照工人价值销售转让 变卖非货币资产的损失 正常的经营损失 企业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损耗 非正常就不可以 企业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 正常报废 企业的生产性生产 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 正常死亡 跟刚才那个 不汇产区的固定资产是报废 这叫死亡 汇产就是死亡 还有就是企业按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 通过各种交易场所市场买卖 这种期货 金融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发生了损失 我给他翻译一下叫公平的第三方 你通过这样的 因为你买卖股票 都要通过一定的交易所 对吧 通过一定的市场 所以你做假的可能很少 那叫公平第三方 可以认为是正常进行金融产品买卖过程中形成的损失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叫什么 清单申报的方式 相同的放在一块糙一点就可以了 不需要像专项申报细的 对吧 好 那么除此之外的 就应当以专项申报的方式 向事务机关申报扣除 所以这跟汇报工作差不多 你跟我 比如你跟我汇报这个项目的进度 你每天都干什么 都正常 你说这周跟上一周差不多 但有个事 他跟你说一下 这事叫专项申报 特殊的 就这么一个事 对不对 那有个事怎么的 你跟领导汇报工作 你拿不准怎么办 记住永远都一个原则 细点没问题 那细就是专项申报嘛 所以当无法准确判别 是否属于清单申报扣除的资产损失 那你就用专项申报 所以这跟领导汇报工作一样 正常的就操一点 对吧 不正常的就细一点 拿不清的细一点 细的就是专项 那么看看这道题 说根据企业所在相关规定 发生的下列损失 应当采取清单申报的方式 向事务机关申报扣除的是 债务人死亡或依法被宣告 失踪造成的损失 这不是正常的 对不对 那么比固定资产超过使用年限 正常报废就选他了 说因为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导致无法收回的这个损失 对吧 还有与债务人达成债务从与协议 无法追偿的损失 那这些都不属于正常的损失 所以都要专项 只有币 你看有这个正常这个词 对吧 逐一就可以了 再来看这道题 下列损失应当以清单申报的方式 向事务机关申报扣除的是 被盗的 那肯定不是正常的 你要拿企业把被盗当正常的 这肯定在专项不能清单 对吧 正常报废要选 对吧 生产性生活资产达到或者超过使用年限 正常死亡要选 企业在正常经过活动中 变卖 这个要选 然后通过公平交易 通过一间市场和交易场所 我们说公平第三方 视同正常 对答案除以外的BCDE 就这么一种解题能力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提示一下 就是在中国境内跨地区经营的 汇总纳税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 怎么处理 也就是我们说总机构分支机构 那你要汇总纳税是一个法人的吧 那么你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 那么你就按专项申报和清单申报的有关规定 属地进行申报 你分支机构就按分支机构的 总机构就按总机构的 听见了 该清单清单 该专项专项 对吧 那么同时注意 各分支机构还应当上报总机构 因为要总机构也有个数 那么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上报的资产损失 刚才不说了吗 分支机构该清单清单该专项是专项吗 所以这时候 实际上数据机构已经知道这些数据了 对不对 那么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上报的资产损失 如果数据机构没有规定的 那就以清单申报的方式 刚才说你操一点的 向当地主管数据机构进行申报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总机构讲跨地区分支机构所属的资产 捆绑或打包转让所发生的资产损失 那这个时候有总机构向当地主管数据机构进行专项申报 因为它涉及的资产规模一般比较大 捆绑打包 所以强调要进行专项申报 听得了吗 这是我们说的涉及总分支机构之间 它的申报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说 关于商业零售企业 它的存货损失的税前扣除规定 商业零售企业这个存货 有一些零行的失窃 报废等等 这都是正常因素形成的损失 它有正常的损耗 你比如这个你退个货的话 对吧 你看有时候那个人间的潮汁都不给你磨去 就是它有正常的损耗在里面 所以大家注意 它是形成正常的损耗 你像老鼠咬 这也是正常的 哪有不被耗子咬的 对不对 就正常因素形成损失 那就是存货的正常损失 那么你就可以汇总进行清单申报就可以了 跟我们前面呼吁了 正常的 对吧 那么如果是因为什么 非正常因素形成的 着了火了 低了震了等自然灾害 或者仓储运输失事重大案件等 非正常因素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非正常没正常两个字 当然就是专项申报了 对不对 那么大家注意能不能考一道题呢 说某商业零售企业下列损失 应当进行清单形式申报的是 A 鼠咬 B 顾客退换货 鼠咬形成的损失 顾客退换货形成的损失 因为地震 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仓储运输出事的发生损失等等 那你得判断哪些属于正常 哪些非正常 这就是一道我们考试可能的选择题 需要能够知道 对不对 另外一个 有一个数 500万 跟我们买两块钱 中一个彩票差不多 两元撬动了一个杠杆 对吧 是500万 这500万 那怎么办 好 无论何种因素形成 都要以专项申报的方式 为啥 因为他的金额太大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他的一些申报里边 能够分清清单和专项的问题 接下来说说资产损失的 确认证据的问题 这块我们就强调 考生要能够分清 哪些是外部证据 哪些是内部证据 那么考试的一个应试方法就是 啥是外部证据 外面来的就是外部证据 啥是内部证据 里边来的就是内部证据 对不对 比如举个例子 说什么呢 司法机关的判决或者裁定 对不对 或者公安机关的立结案证明 你看这些公安工商 对吧 法院行政机关 那这些不都是外部证据吗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 他们给我出的证据 说我这个资产怎么收不回来了 被盗了 那这个我就怎么的 我就可以作为损失口出 所以被盗了一定要报案 对吧 要这些必要的证据 这是外部证据 那么什么是内部证据呢 比如我盘亏的损失 那么符合规定可以作为损失构筑 那我就有资产盘检表啊 那上面相关人签字什么的都要有 那不就自己做的吗 那就内部的 对不对 所以哎 非常好区分 但是有一点非常容易出问题 就是相关经济业务的合同 注意它属于内部证据呢 还是外部证据呢 找答案在这呢 它属于内部证据 相关经济行为的业务合同 你跟外边签计的 但是也属于业务合同 它属于内部证据 听到吧 好了 那么会做这样的题 下列资料可以作为企业损失 外部证据就外部人给的 啊 行政机关外部人 专业技术部门外部人啊 企业破产 清算公告 法院方面的 司法的 对吧 那只有这个不选 相关经济业务合同 属于内部证据 考试 妥妥的容易得分 注意精神技巧 千万别给我背这些答案 啊 不要背 然后提示一下 相关资产损失的确认里 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那么这里边 大家注意这篇pc里 我们注意说的什么 哎 就是这个应收款项的问题 啊 预期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在会计上 以作为损失处理的 可以作为坏账损失 但是要说明情况 并出具专项报告 这是三年 对不对 第二个 企业预期一年以上的 没到三年 你的单笔数额又很低 不超过五万 或者不超过企业 年度收入总额 万里挑一的 万分之一的应收款项 那么这个时候 你也是 坏账作为损失处理了 可以作为坏账损失 再计算 应纳税的出具专项报告 要扣除 把这个呢 要给我记一下 一会我们领大家 做一道考题看看 对不对 还有就是这个 存货报废 回损 变纸的损失 如果这项损失的数额 比较大的话 那么你纳税 留存被查 自行出具的 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 证实有关损失的书面声明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不用管的 但你要注意什么 这个怎么理解 就要较大 指的是 企业该类资产 继税成本10%以上 或者减少当年的应纳税所得 增加亏损10%以上 反正10%这个比例几下 这都可以单独出题 10 15 20 30 另外一个就是 下列股权和债权不得作为损失 在税前扣除 文字性的选择题 什么呢 债务人或单门有经济偿还能力 没有按期偿还的企业债权 那你跟人要去呀 要的你就没有损失了 谁让你不要的 对不对 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各种形式 借口逃费或者悬空的企业债权 以及行政干预逃费或者悬空的企业债权 以及你没有向债务人和单门追偿的债权 还要发生的非经活动的债权 其他不应当核销的企业债权和股权 那么这些是不得作为损失在事前扣除的 对不对 那么第五个就是我把这个有些的考点呢 放在第五点 就其他可以作为资产损失的确认情形 第一个企业讲不同类别的这个资产捆绑打包 通过拍卖啊 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给卖出去了 那就是卖的便宜了 那当然可以作为损失扣除了 所以输出价格低于继税成本的差额 这个好理解 也就不圈化了 那么还有这个 企业正常经业务因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而出现操作不当 不规范 或者因业务创新 但正确不明确不配套等原因 形成的资产损失 应当企业承担的金额 注意这一点 如果考的话很有杀伤力的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试一看说 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活该啊 你自己的原因呢 那哪能扣 扣的影响税金呢 大家注意这种情况是可以扣的 这个是不要忽略的 还有就把这两年记一下 啥意思 企业因为刑事案 就因形成的损失 应有企业承担的金额 或经事务机关立案侦查 两年以上仍未追回的金额 不是你报案就能扣的话 那么是立案侦查 两年以上仍未追回的 这个两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大家注意立案侦查 这个词 两年要记住 那这些都是可以单独考选择题的 那么关于教材中提到的资产损失的 相关证据资料 你不用管它 对吧 那么我们了解即可 内容太多 不值得大家浪费太多时间 对吧 那只能干扰你的复习 然后其他规定提示一下 就是从2017年度 企业所在汇算清缴开始 企业向事务机关申报扣除资产损失 注意你扣资产损失 肯定要申报了 但申报的时候 就填一个调整表就可以了 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的相关资料 那么这个资料怎么办 你要留存备查 你不能说都不用提供资料 自己就是胡来吧 那不可以的 对吧 你要保存完整的资料 你要对他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如果查出来事的话 那肯定罚你的 对吧 那么跟这个相类似的呢 就是从2018年12月28日起呢 原来说需要留存被查的专业技术鉴定意见和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的证明事项也取消了 不再留存了 那么改成什么呢 就是你留存被查自行出具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损失的书面声明 都头单位头和财务头 那不过多强调这个中介的专项报告 还有一点呢 道理也很相似 就是从2018年12月28日起 对吧 那么你企业向事务机关申报扣除 按独立交易原则向关联企业转让资产而发生损失 或者向关联企业提供借款担保而形成的债权损失时 原来的留存被查中介机构的这个出具的证据材料不再留存 改成什么 也是留存被查这个自行出具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财务负责人签章的相关证明资料 这块大家注意啊 申报是要申报的 那么你扣的时候要有依据的这些资料 要自己留存被查 就这么个意思 好 我们做一道题感受一下这块的内容啊 下列关于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的说法 错误的是 企业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损耗应当以清单申报 这是对的 不选 企业无法准确判断是否属于清单申报时 可以采用专项申报的方式 这是正确的 跟领导汇报工作一样 搞不清楚细点呗 商业零售企业存货因为运失失事形成的损失 为存货的非正常损失 这个定性是对的吧 那么非正常的是申报 应该专项什么 也是对的 那只有选D了呗 D应该是什么 不是一年应该是两年 所以答案是B 对不对 好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应收账款的损失 如果已经说明情况出于专项报告 并在会计上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 可以在企业损失前扣除的是 预期三年的二十万应收账款的损失 这就是答案吧 我们前面说预期三年的 对吧 那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预期一年的 那这个金额就有限制了 那么你像这个一年的十万不行 两年的十万也不行 对不对 那么这块强调什么 预期一年的话 那应该说应该是五万 或者是万里挑一 而不是千分之一 对吧 所以答案BCD是不对的 这块考的就是这个 像这样的题 它就有一定的小难度 你记不住这个比例 肯定是不一样的 预期一年的单笔金额不超过五万 或者是不超过企业年度收入万分之一 就是我说的万里挑一的 对吧 这个大家要能够注意 你三年以上就可以了 那你像这个 刚才两年那个 那肯定也是不可以 对于这个大家注意 那么三年的 它是没有金额的限制 一年的话 它是有金额的限制 那么两年就比较齐强了 它没有达到三年 所以它不符合条件 是不是 你要放在一块记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呢 就把损失专题那种 给大家介绍完了 理解实际资产损失 法定资产损失的区别 正确区分 专项申报 清单申报 外部证据 内部证据 因为这个考试考评性比较高 对吧 然后就掌握存货 进向税果转出的计算 因为它可以跟计算题 进行结合 其他内容 就是要注意 我们圈化的一些数字性的 比如刚才三年呢 五万呢 万里挑一啊 还好就是要注意 我们说的这个最美关键词 怎么跟考题的运用 因为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抓住重点 注重方法 好了 那么这一讲呢 杨老师就带领大家 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她们有关系 人中恋 Dont这个ãy violate 我们下次再问 我们下次再问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次再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